張震朗、應屆港姐林玉慧、許梓軒、梁超儀、盈慧敏、胡惠康、 雷珊等這天出席一個辭事晚宴 一月初時震朗拍攝新劇 不慎撞傷令眉骨受傷逢了七針 事隔兩個月震朗幾乎完全康復 叫大家不用再擔心 最主要要看她的情況是怎樣 其實都沒有大礙了 都照常開工 其實是黏到連氣的 沒錯 總之都不影響了 其實都是開工的 震朗其實不僅有演技 參加過新秀的她都唱得兩嘴 所以她在晚宴都有展露歌喉 今天來她都唱歌 很久沒有這麼大型的表演場合 又要唱歌也是有點緊張的 今天都 有瘋狂聽 我發覺瘋狂聽還要過瘋狂練 好像是 因為聽得比較熟 起碼不要脫掉歌詞 不要脫掉節奏 不要脫掉節奏 最想都是唱一些劇集歌的 就是唱一些自己演劇集的歌 這個我也想的 那… 不知道唱歌一次之後就沒有了 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我的問題 可能 說這麼快 四位港者相識將近一年 他們的感情愈來愈好 就不再話下 最重要的是 經過這段時間的相處 他們都對大家更加了解 對 因為我們由參選到現在 都差不多一年認識了 其實彼此對大家的了解 都更加深入 大家又經常見面 所以 有時我私下都會約他們去吃飯 對大家的了解都加深了 還有 希望他們對得我們不會很厭 每天都對著大家 對 我正常說很厭 但是每一次都會知道 他們一些小的 喜歡的東西 不喜歡的東西 每次都有多點了解他們 所以都是一個過程 對 挺有趣的 還有大家相處的過程 大家都知道 大家最近在忙什麼 或者你們有什麼新的進展 大家都會開心 今年有引き回復 輕鬆的 也會想說 還有一遍 會想結束 想結束